我想應該大家都會非常喜歡 我也非常的期待 趕快來跟大家介紹了 我安 記得海外的粉絲要幫我們分享 然後近期啊 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都可以留言給妞妞 你有看到的話都會回覆哦 然後今天大家有發現 我的髮型不同之外呢 今天我擦了另外一支的口紅 然後也是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近期擦這兩支的反應 非常的好 然後它都是屬於 屬於就是比較變色護唇膏的口紅 所以它不會到非常的就是 就是紅 少女髮型 當然咯 今天要走路一個比較年輕的 欸台灣的粉絲你們留下眼 好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你們的留言 我看得到上線人數 但我看不到留言 來來來 有了有了 有分享了 但你們可以多留一下 我看一下是網速的問題還是什麼問題 我有看到你們寫以分享 嗨 大家午安 然後呢 牛牛還是在出差中 然後 嗯 預計禮拜五會回去囉 有吧 有台灣的部分穩定了嗎 好趕快上線囉 因為我今天要介紹我嘴巴上擦的這一個 然後很多人就很好奇 那兩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牛牛稍微會講一下 然後這兩支都是我近期用的 我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呢 外觀都非常的可愛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最近小幫手都說被這個私訊塞爆了 就是這幾支口紅 所以呢 呃 一樣在直播 把好東西分享給你們囉 好不好 好 來 玩玩 好 應該是ok了 我看到你們的留言 走啊 走啊 好 今天除了要介紹這兩支口紅 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商品啦 今天其實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紗裙跟外套還有背心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上次生產前用的Maybelline的紅色很美 對 那個是三色的 然後我最近啊 都比較喜歡它就是比較淡一點點 然後有一點純色的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好看的 好 然後前幾天 很多人一直在問 肌膚之藥 它我們有在社團今天會分享給大家 就是完整的訊息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上去看 然後今天這一支啊 這一支應該大家也是 可能因為還沒介紹大家 應該就可能有人已經 對 它是這個 也是偏比較橘色的 偏比較橘色的 然後就是我現在嘴巴上擦這個 然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你可以這樣無限的一直擦 然後它就是不會非常非常的飽和跟紅 就是比較潤唇保濕的感覺 好這個呢 等一下有喜歡的話 一樣小幫手那邊會有資料 好不好 來給大家囉 好 來 今天有跟到 恭喜恭喜你 有的時候在忙 可能沒有跟上在線的直播 但沒有關係啦 就是回家的時候也可以看一下重播 因為商品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第五的很好用對不對 來 大家已經發現了對不對 這一支啊 其實真的很多人是愛用著 那它一樣是有偏粉偏橘的都有 所以呢 這一支啊 就像我妞妞剛講的 其實我還沒有介紹 就很多人 應該就已經買過用過 這支很好用 然後外型也很可愛 好 氣色變得很好嗎 對啊 就是我最近啊 都不太想擦那種真的正紅 或是正桃正橘的口紅 就覺得 其實香港畫好 然後加上妞妞最近有去霧眉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然後再擦這種基本簡單的口紅 我覺得就非常好看 好喲 來 安得有空想跟一下現場live 好 非常歡迎喔 好啦 很霧嗎 我看那麼的滿格 盡力了盡力了 好 現在好一點嗎 昨天的吊帶寬褲XL能穿嗎 其實昨天的吊帶寬褲 我建議到L號是比較合適 XL的話 你的腰這邊 你可能自己要稍微量一下囉 量一下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 但是到L號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XL可能這邊就會比較合不進 所以你可能要量一下那個 然後稍微看一下賣場的尺寸 好喲 可以了嗎 可以開始了嗎 好 大家請見諒一下 因為初差期 牛肉廠講過 最擔心的就是Wi-Fi的部分 因為Wi-Fi有時候不穩啊 或是就是一些當地的狀況 會導致有一些 請大家多見諒囉 現在要帶的手環是我們家的嗎 不是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小幫手可以貼 跟你說是在哪邊買的 大家可以自行去購買 好不好 今天有點蕩蕩的喔 好 來 會一直突然中斷喔 我剛剛一開始的視局 視局就完全開不起來 變露營 所以Wi-Fi它已經盡力了 那海外的這一支好像還好 大碼這一支還OK喔 有連唇欸 好嗎 來 好喲 那我今天要開始囉 好啦 今天這兩支唇刀如果有興趣 或是什麼我手上的手環 也可以問我們的小幫手 小幫手它都有資料 有資料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最重要的呢 我還是要先介紹我身上的紗裙啦 紗裙超級美的喔 然後這款紗裙呢 真的是非常重益 因為我自己就是有黑色跟杏色 兩色都買了 所以它有一個很棒的是 它是不分尺寸 就是不論SML菜有的人都可以穿 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這個鬆緊不會到很緊很緊 因為夏天其實比較炎熱 如果做太緊的話 其實真的會滿不舒服的喔 那它呢 也是走一個雙層的面料 但是啊 走入春夏的話 裡面它其實是用一個 棉料的比較輕膚 然後比較透涼的料 是小子去做的 所以呢 完全不會燜熱喔 然後腰部的地方呢 剛剛有說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鬆緊彈力 非常非常的舒服喔 超級美的 然後重點是 除了美之外 其實大家遠遠看一下 它下巴啊 還有做這個折位喔 就是一折一折的 有看到嗎 把它拉起來給大家 這樣子 一折一折的 然後往下的概念 然後裡面的裙子 大家如果在小腿中間 那它其實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如果你比較小子的話 你可以把它穿一點 如果比較高的話 你可以往下穿一點 所以其實這一個的高度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調整喔 看你自己喜歡穿怎麼樣的位置 中腰 如果是高腰或是低腰 其實都非常OK 那像非常非常仙氣對不對 而且 其實我今天搭的很簡單 就是搭我們上架的背心 其實如果你要在仙氣十足一點 你可以搭一些提化的背心啊 或是提化的上衣 或是小襯衫 我覺得都會蠻好看的 仙氣非常非常的十足 然後呢 這一個顏色它是杏色喔 不是純白色 杏色呢 就是我覺得 網紗裙是最好看的顏色 然後也不會顯胖 那一定有人問到 它會不會透 需不需要換淺色的內褲 我覺得它本身有雙層啦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很在意 就是可能會有那種比較有點紋路啊 顏色的話 你還是可以換成淺色的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好不好 它是純 呃不是純白 它是米杏色 米杏色 就是杏色 一般的米杏色 不是純白喔 我稍微拿一下純白的衣服 來給大家比一下 純白是這樣子 來 然後左邊是杏色 這樣比對的話其實蠻清楚的 這個是純白 這個是米杏色喔 我的髮色很好看嗎 現在就是護髮鞋啊 所以暫時暫時 讓它是偏紫紅的感覺 我來了我來了 然後今天這個紗裙 一定要趕快去購買 一樣喔 我還是要老句話 再提醒大家一次 還是要跟大家說聲 就是 抱歉 因為真的是 呃大家都 我看到留言啊 希望我們可以趕快出貨 我也非常希望 但是因為大陸疫情的關係 他們的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穩定 那我們都有密切的在 在關注這件事情 商品一定會盡我們所能 最快的 趕快寄給大家了 好不好 那今天上架的紗裙 現在有沒有現貨 現在立刻當然有 所以如果你有很喜歡 你又是迫切 想要馬上得到 還有海外的粉絲 想要立馬穿的話 你等一下看完直播的話 就可以去購買囉 好不好 好 真的超級美的 紗裙怎麼穿出 褲褲有型的造型 好 紗裙如果你想穿出 褲褲的造型 我建議大家可以 就是黑色 黑色一定比性色 能夠穿出褲褲的感覺 然後呢 裡面你可以 像紗裙 如果想要褲的感覺 很多人會搭一個 內搭長褲在裡面 或是他其實會利用一些鞋子 跟配件 譬如說 他鞋子不要穿小白鞋 他是穿黑色的 比較偏那種 軍裝感的鞋子 穿起來都會非常時尚好看 就是不會這樣子 像現在這種 仙氣十足的感覺 因為其實紗裙呢 他可以利用一些配件 去改變一些 原本的造型 好 新髮症很好看 謝謝囉 好 然後這個性色啊 我覺得他下白 是做這種 有點小小一點點 微不規則的 然後就是非常搖擺 輕飄 然後呢 網紗的材質是非常非常好的 微彈性 然後不容易勾破 所以非常適合大家購買 那這件紗裙呢 只能說 真的是太完美了 我覺得我找不出他什麼 一點點的缺點 因為不論是在板型壓折上 都是仙氣十足 然後擺搭度上呢 絕對是任何的上衣背心 顏色通通通都可以搭 我稍微簡單比一下 買性色的人 你看喔 如果搭牌色上衣也OK 你再穿個牛仔外套 或是你想要帶女生活潑一點 我們可以搭到這種 比較活潑一點點的粉紅色 也非常非常的仙氣十足 好 等一下我會介紹這個背心 這個燒帶一會 我等一下會先把紗裙介紹完 所以紗裙這個是性色喔 再交給大家一次 然後呢 他可以穿到XL 或是孕婦都可以穿 就是孕婦都可以穿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然後大家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說 他倒有幾個顏色對不對 對 他還有一個顏色 這黑色就在我手上啊 我覺得非常好看 那我要提醒大家 他其實是做有點微不規則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出來 如果沒有看出來 可以上官網看 然後或是你也可以自己 調整你想要的位置喔 就是他是整圈都可以轉的 整圈都可以轉的 所以他下板是有一點點小 不規則 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 非常的修身 那剛剛有說 他的彈力是做的 非常非常舒適的 好欸 有什麼問題 蝦裙有沒有前段 後長的 之後陸續都會再出 紗裙的款式 但是目前啊 這一款真的是很厲害 我只能推薦大家 因為其實紗裙要做的好看 第一個 網紗 你一定要選擇 品質比較好的網紗 因為有的 不小心一拉扯刀 或是勾 就會破掉囉 好 想看酷酷的穿著 其實等一下 你又又穿全黑 然後就可以有一點點 小褲的感覺 但是呢 我手邊沒有那種比較剛的 就是譬如說 像馬丁靴啊 或是一些瓦鞋啊 我覺得他比較帥氣 你只要換一個鞋子 他其實就可以增添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唷 好 現在加上昨天買的三美訂單還在等 有一筆找不到貨 好 如果有貨的問題 可以幫我們私訊小幫手 那如果在等待的話 就請你再等待一下囉 我們會盡快的 好 來喔 那我要換 我要換那個囉 我要換黑色囉 我覺得黑色它是非常 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好看的 然後兩個顏色的感覺很不一樣 所以請大家先積一下 其實 嗯 細色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搭牛仔外套 牛仔襯衫 或是白襯衫也都蠻好看的 像這個是我們之後會出類似款的襯衫 其實牛仔出門在外 我都會帶一件這種小罩衫在身上 因為呢 它第一個可以遮陽 然後又不會太皺 像這種襯衫啊 你也可以就是直接這樣綁下 我想白襯衫大家都會有 那之後也會出 所以呢 只是先教大家一個這樣的穿搭 因為不是每個女生都喜歡露背心 或是露肩啊 露太多 所以家裡有背心 不論是牛仔還是白色這種襯衫 都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簡單非常有型 好 大家前幾天就可以來問襯衫 那個襯衫之後會有 之後會有 好不好 好囉 來 然後我要繼續囉 這很簡單 就是家裡有的襯衫都可以這樣子綁 或是你不喜歡綁 有些女生就是上班女孩 要比較喜歡穿這種寬鬆的感覺 它其實只要放下來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然後呢 女兒現在要來換黑色紗裙囉 好 黑色紗裙剛剛有講 它其實跟我們的新色紗裙完全穿起來的感覺 會差蠻多的 會差蠻多的 好 好來 黑色紗裙的部分啊 來它就是走一個比較酷酷的感覺 我覺得比剛剛酷很多 然後呢 這邊我剛剛說它整圈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們會發現你看 那我現在把比較長的調在前面 其實它可以再轉一邊 比較 比較長的在後面 所以我剛剛說它是不規則的 請你自己去調整 可能依照你自己的身高 再看一次喔 現在它是落在我的小腿中間 然後你可以自己整圈的去調整 我把它換一個面 其實後面的話是長的在後面 長的在前面 所以呢 你自己想要做鞋 甚至你想要鞋的也可以 有沒有 鞋的也可以 它是可以自己去做變化的 你要穿鞋的在整鞋的 或是短的在前面 短的在後面都可以 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黑色啊 就像我講 今天如果不要穿白鞋的話 穿一些黑色的襪靴 或是軍靴 它就會明顯變得比較酷一些些 其實就 黑色就比較不會有那種仙氣的感覺 但是兩色都很好看喔 兩色都很好看 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 它是做這種壓折 它下面還是壓折 然後整片網紙蓋一下 真的細度非常夠 非常非常的好看 有沒有 黑色的部分 然後也是彈力非常十足喔 其實這個紗裙啊 真的是不太用怎麼樣介紹 因為真的 賣得很好 然後呢 每年只要出紗裙 就是追加追加再追加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現在還有看到現貨的話 只能說你蠻幸運的 因為這種東西到下午 絕對就是跳預購了 所以呢 有喜歡的粉絲 趕快去加入購物車囉 好 海外的部分 應該會很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蠻適合現在大家的天氣 然後呢 這樣子的款式 它是你買一件可以一路穿一個夏天 甚至轉換季的春天也都很適合喔 所以呢 真的是很靠看喔 好 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問喔 尺寸的問題啊 長度的問題 顏色的問題 看不清楚的都可以問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次下白 其實它下白是做這樣子的 非常非常的美麗 這個壓折的弓是非常非常細的 然後這個網紗是有點微彈力的網紗唷 很瘦啊 穿起來很瘦 因為主要是 它也是幫我們藏住 我們最在意的這個肉肉 然後跟屁股肉 然後它又是三百的 所以其實你的大腿有多少肉 其實也看不太到 然後呢 不會因為兩個顏色嫌胖嫌瘦 因為最多人最擔心的就是 我買新色感覺會變胖 可是我下車我又想買新色 所以其實沒有這個變胖的問題 大家等一下可以再看一次 妞妞的回放喔 然後黑色呢 沙巡我覺得就是很有另外一種韻味 就是也是有點神秘感的 也是滿仙氣的 當然當然 如果你想當仙氣女孩的話 女神的話 當然是推薦新色給大家 但我個人這件其實很喜歡黑色 因為我覺得黑色穿起來 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搭上牛仔外套或是襯衫 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背心非常好搭 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它的神奇魔力在哪邊 好 剛剛呢 如果我拿同樣的襯衫來搭 你看喔 黑色跟杏色穿起來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那我自己本人啊 平常穿著是比較休閒一點點 所以這一款我自己戴的話 我自己會買黑色 因為我就背一個小包 比如說紅色小包 紅色小包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好看 而且還是整身黑的 當然會顯瘦度 視覺效果會顯瘦許多 所以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紗裙黑色 它的用途也是非常多 非常好穿 非常好搭 就這樣整套 那背心其實不一定要花錢買啦 自己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有這樣子的背心 好等一下我要來介紹背心了 然後除了外套呢 怎麼搭 我先搭一下 今天也是今天上架的外套 有一些女孩啊 也是上班的女孩 她喜歡穿寬鬆的感覺 所以呢 紗裙呢 她不一定是只能休閒 她也可以搭一些比較小小微正式 或是比較 女性一點的穿法 因為家裡很多女生 有這種小風衣的罩衫 這風衣罩衫是春夏新款 所以它的面料是薄透的 非常清爽的 好你也可以這樣穿 不一定說一定要這樣綁起來啊 就是很休閒或是露肩 其實家中沒有這樣外套 直接這樣整件把它躺下去也非常好看 然後外套是我等一下才要介紹的 我只是先套一下給大家看 外套呢 大家應該已經有偷偷在IG上看到 紐兒穿啦 兩個顏色我都買了 一個是比較偏奶茶的顏色 一個是偏我們一直都賣的很好的 均綠色 好大概是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感覺 外套超好看的哦 但是一樣要趕快去搶購 因為呢 大家知道真的現在貨礦非常不穩定 真的是有一點點 就是比較麻煩一些些 但是我們會盡快盡快的 好不好 好這件是不是去年 沒有賣過 完全沒有賣過 這是新款 今年的新款 那等一下會介紹 等一下會介紹 好 請稍等囉 好那我現在第一次 要先來介紹這個背心 這背心剛剛有人說很好搭 我只能說 乍看 但在我還沒有介紹之前 我相信大家乍看 就覺得它是一件背心 很無聊 就是一件背心 但我必須要講 這件背心穿下去超級冰涼的 它是羅紋的一個冰涼的面料 而且超級彈的 有沒有看到我在鏡頭這樣 對對對對 好穿在身上或許沒有什麼感覺 反正妞兒這不就是一件 排扣式的羅紋背心嗎 就是可能各大的 不論是在外面逛街的 或是在網路上 可能你都買得到看得到 但是我只能說 這一件呢 非常的冰涼 好 所以呢 穿下去除了顯瘦 冰涼好看之外呢 真的彈度跟質感 我覺得好的沒話說 因為它非常冰涼 又可以做到彈性 那就像我講的 一般你們一定有買過這種背心 但是它可能材質不是這個 冰冰涼涼的材質 好 外套兩色都很好看 沒錯 等一下會介紹 然後這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戴 而且我覺得 我這次其實沒有幫大家選很多顏色 就只有三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黑白是基本色調 而且呢 你一定會一直拿出來穿 一直拿出來搭 全素的有時候 穿黑 覺得好像很無聊 所以這次搭配了排扣 其實加這樣的紗水 簡單這樣 其實真的很炎熱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出門 然後又簡單又醒 重點 我還是要講一下 是它的料子很厲害 因為它是冰冰涼涼的 羅文麵料 給大家看一下 羅文我相信大家都是 非常耳熟能詳 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布料 但是我剛剛有講的 這塊面料是冰的 好 所以呢 它非常的彈 然後又是冰的 好冰的 然後所以呢 它其實不太分尺寸 剛剛有人問到了 這扣子是可以開的嗎 這扣子是可以全開當成小外套的 小外套的 好等一下 我在 我裡面有那個小背心 我等一下再開給大家看好了 外套需要整趟嗎 剛剛那件外套需要整趟嗎 我覺得你第一次收到的時候 可能會要稍微先吊起來 那整趟的話 如果你是那種高度真的潔癖者 覺得不能有任何很痕跡的人 那你就可以稍微整趟過一次 掛起來就好了 因為我這件也是 從洗禮箱拿出來不久 但我還沒有整趟 我只是掛了一個晚上 大概是目前現在這樣子 等一下我再清楚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先把那個背心介紹完 粉色背心超好看哦 因為它的粉色背心是這種 大家再來幫我取一個粉吧 因為我們家的粉色好多 但是每次都找不到合適的粉紅色 這個粉食品跟直播色很像 就是一樣好看 一樣甜美 但是這個粉 來大家幫我取個名字吧 好黑色的部分就是這樣 然後我先拉出來給大家看 它的它其實是全長的 它是全長 就是一般正常的長度 就是蓋到褲子的一半 等一下我會換上牛仔褲給大家看 然後剛剛有人問我說可不可以打開 它其實打開可以當一個小外套 但是我現在裡面是穿小背心 我稍微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 好它是可以打開當一個小罩衫的感覺 這樣子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這樣 它是可以全開的 你就假設我這邊有衣服好了 好 我這是小背心 它是可以全開的喔 全開的話就是當一個小背心罩衫 所以你可以放在洋裝啊 或是 如果裡面現在是背心的話 它其實可以當一個小罩衫外套 重點是它超彈 然後是冰涼的 是冰涼的 好 這個是黑色的部分喔 我等一下來換一下別的顏色給大家看 好 白色其實應該也沒什麼好說的 白色就是基本必非色 所以這一個啊 這一款我覺得蠻建議包色的 因為主要就像我講的 第一個它夠彈 夠舒服 然後夠好搭 好 這一件 你看它的尺度可以穿到兩個牛牛啦 其實 就是非常的彈 非常的冰涼 然後白色就是美的帽泡又會曝光 剛剛有沒有發現 妞妞曝光了 因為它的白是真的蠻白的 就是會讓整個人變得很亮很亮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紗巡 你要搭紗巡也可以 我現在來換一件牛仔褲 好 這件牛仔褲啊 目前有現貨 但是現貨不多了 這也是我昨天 就是穿出門去工作的牛仔褲 因為非常的彈 然後 相信這一件啊 大家應該還記得它 還記得它 它是褲頭有爆紋的這一件 我覺得搭 夏天搭這種褲子 非常好看 因為它有一點點刷色 好 牛仔褲有少量的現貨 它一樣會一直追加 這件為什麼我很常穿 因為很瘦 很瘦 現在其實 妞妞剛生完兩個月 滿滿的兩個月 但是其實身材 你說生完三胎 要兩個月回復 我覺得真的很困難 我已經盡力了 但是呢 再搭配 加上我的盡力 再搭配我們家的褲子 我覺得就是超瘦的 大家從鏡頭看我 整個真的是把我該包起來的肉都包起來了 那褲子有興趣的人 請小幫手貼一下連結 貼一下連結 然後現在有少量的現貨 後續都會再追加 只是說追加 大家勢必一定要等到二月底囉 二月底 褲子超好看 然後這個褲頭很欠佳購買 因為接下來春夏一定會有一些比較短版的衣服 你就可以這樣子露出來 或是綁起來 就非常非常好看 好 這個呢 褲子就不說囉 他現在有新貨 趕快去加入購物車 因為真的非常好看 但是他不是純黑喔 他是有點刷灰的 所以呢 瘦 然後夏天又不會黑色來的那麼重 那麼熱 好 推薦給大家囉 褲子超好看 那我們家的彈力褲 五妞兒是穿正常的尺寸S號 不要拿大或是拿小 因為他非常的彈 你一定穿得下去 然後他除了褲頭是這樣子之外 這一款褲子春夏會一直賣喔 好不好 不要以為他是秋冬的 他春夏會一直賣 會一直追加 他這邊還有一個小心機 就是切割 所以就像我講之後 你如果有穿一些短版的 他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夏天很適合這一件褲子 好 我要再回歸來我們的背心了 好 背心的部分啊 白色其實有放出來 就給大家看 他其實是一個正常的衣裳 就是蓋到屁股的一半 超級涼的這個背心 真的超級涼 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不說 但是真的非常涼 又非常非常的彈 褲子有買齁 真的好穿 真的好穿 然後呢 可以再搭 換這個粉紅色 好 粉紅色 我直接穿下去給大家看 好 他真的很彈 很彈 這個背心可以趕快搶 我早上看 已經有一些顏色跳預購了 所以請大家自己動作快 然後好 我再套一個粉紅色下去 來 粉紅色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顯膚色 然後就會讓你變年輕 變活潑 然後夏天拍照也好看的一個顏色 粉紅色 然後粉紅色搭配這種灰褲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當然啊 你家裡有的牛仔褲是完全OK的 體重多少可以穿S 我覺得用體重來說不準 因為其實我46公斤也是穿S 我現在50公斤我也是穿S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臀圍跟腰圍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請你試訊我們的小幫手 他會把那個連結貼給你 然後上面有尺寸 然後你覺得建議買什麼尺寸會比較好 對 因為其實真的 因為彈力的 我覺得用體重蠻不準的 就像牛兒生前是46公斤 現在大概快要50公斤 我還是穿S 還是穿S 還是舒服的 所以你可以問一下我們的小幫手喔 好不好 這褲子真的很瘦啊 不論是前面後面側面都很瘦 但是你們一定要把握現貨 現貨現貨現貨 因為這還是要今天再底底的事 就是大陸那邊工廠的關係 真的時間追加時會比較長一些些 好吧 長一些些 粉紅色超好看的 它的粉紅色有點粉橘粉橘的感覺 然後搭配藍色牛仔褲啊 或是這種黑褲啊 或是淺藍深藍白褲 都非常好看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的粉紅色 然後剛剛有講 它其實這一件有兩個功能 你看可以把它打開來 還有胸部比較大的人啊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再開一兩顆扣子 就是比較歐美的感覺 然後呢 它是可以這樣子把它打開 縫色超好看喔 趕快幫妞兒分享喔 好喔 趕快幫妞兒分享 再分享 好 來 它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好 我假裝裡面有件衣服 它其實是可以打開 當這種小罩衫小外套的 所以 你看這一件衣服 到底要不要買CP值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喔 就是一件小背心 冰涼小背心 然後又是 羅文大家最喜歡的百搭背心 然後型又好看 然後胸部大的 我覺得不太用 怕它有太多的空洞 因為其實我個人測試 因為它夠坦了 所以它的這個空洞 不會很大 不太會影響 然後呢 可以把它拆開來 變成小背心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涼色這麼好看 我建議大家 我覺得黑色我很喜歡 因為黑色是黑扣 有撞色的感覺 然後粉紅色一定要買 那白色是因為 就是大家都需求需要 所以你自己斟酌三個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這包色不是問題 因為這樣子的背心 只能說很多人能買 但是這樣子的布料 跟彈度 跟好穿程度 真的 這我就不敢說了 所以呢 請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小背心是每年就 你也可以這樣 對 小背心是每年 就是一定要買的款式囉 超好看對不對 而且超級涼的 好 三個顏色給大家選擇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我要來穿今天的這個外套 剛剛有人 我先回答好了 剛剛有人問到說 外套呢 這個需不需要整套 基本上 如果你第一次收到的話 建議你還是可以 先稍微掛起來 掛起來 然後呢 如果你是高度潔癖者 就是有些人覺得 這種小西裝外套 他是不能有什麼 太多的痕跡的人 你可以稍微用蒸氣熨斗 稍微燙過一次 但是 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自己的經驗好了 這個是我昨晚中心裡 這樣拿出來的 一直掉在我後面的衣櫃 然後呢 就直接吃完早餐來直播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非常的良好 所以我覺得他只要有 掛起來的效果 然後 加上我不是那種高度潔癖者 一定要這樣 因為有些人西裝外套 他希望一定要好看啊 或是有些正式的場合 不能有些皺褶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但是以一般休閒程度來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衣服的狀況 我覺得是 還好的 我覺得是還好的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好 兩個顏色都非常好看 相信大家 IG 已經有偷偷看到牛牛穿了 兩個顏色我都有買 因為 這種外套就是 春夏在轉換季節 最需要的東西 那這一次呢 幫大家選了兩個顏色啊 就是我覺得 沒有幫大家選基本色 灰啊黑啊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顏色 在拍照啊 或是在春夏 我覺得都是最適合 最適合大家的 XL能穿 你說背心嗎 可以 可以 今天我們的紗裙背心外套 SML XL 通通都可以穿 今天的商品都可以 好 我要先來穿了 好 這個顏色綠色我好喜歡 然後呢 認識那個牛的人應該知道我個人 好熱 應該知道說我個人很喜歡綠色 那這一次的綠色 它是偏真的蠻春夏的一些 均綠的 很淺很淺的均綠喔 因為以往的均綠其實都是秋冬 均綠給人家感覺是秋冬 可是呢 殊不知大家應該知道 居然很喜歡做綠色的商品 每一樣綠色的商品推出 都是非常厲害 非常有質感的 好 因為綠色穿不好 你就會變髒髒的 但是我們家的綠色 有沒有看到牛兒又是明顯的體亮膚色 加上我今天搭配的是這種 灰色的刷色牛仔褲 我覺得就更適合不過整體造型的感覺 好 外套上來囉 可以可以 好 然後它設計其實有點像小風衣似的 那 現在是春夏的嗎 大家都看到這個外套 會覺得說 它會不會很熱 它是春夏現在可以穿的 我的鎖在地外面現在是30度 但是它是可以讓你穿上的 冷氣房也非常非常的合適 長度的話 就是因為小風衣的長度 屁股之下 然後呢 它不算是長版 也不算是短版 就是正常版型 然後呢 這次的扣子是選用這種黑色大扭扣 黑色大扭扣給大家 那這款外套呢 它是開筋式的 所以呢 雖然有做上扭扣 但是它不能扣喔 它是開筋式的 就是春夏都會流行這些 就是比較俐落 比較帥氣的開筋式 它就沒有像冬天啊 會附給你一個綁繩啊 讓你綁成風衣外套 因為春夏顧迷思義就是沒有那麼冷嘛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當成照衫來穿 那手袖的部分呢 它有兩個穿法 一個就是我現在 你看你自己的天氣所在 或是看你自己的喜歡 今天的新品都非常厲害 每天推出的都不一樣 好就是我現在所在地 我覺得我現在所在地在30多度左右 我覺得長袖好像對我來說 欸今天有點多 我就把它折起來 那當然啊 它也是可以放進來變長袖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顏色很漂亮喔 因為它是可以提亮膚色的 好很方便 我們都是做良用的給大家 今天上面很強喔 尤其是外套還是要 今天上面還是得先強 尤其是牛仔褲 因為牛仔褲真的要等比較久一點點 然後外套是牛仔褲非常推薦給大家的 春夏新品的第一款外套 照衫喔 好我先稍微這樣摘一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好放下來的話 有些人就是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全部遮陽 那就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有一個很漂亮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一般的手袖都做得非常寬喔 放下來感覺沒有折起來好看 但是這一款呢 它放下來它是還蠻能修修 修我們的手臂圍 所以呢它整體的手臂看起來是瘦的 那剛剛有人說XL可不可以穿 這邊呢可以再放一隻牛牛的手臂 所以XL的粉絲是完全OK的喔 CP值非常非常高喔 這個外套可以一路穿 它不會退流型 但是唯一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的顏色蠻取勝的 因為這兩個顏色 等一下牛牛會再穿這顏色給大家 一般呢應該都要 就像我剛剛講 應該要出黑色跟灰色吧 比較基本色 但是呢幫大家選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都會很適合大家 而且不太挑膚色 那剛剛其實我也有試穿過 不一定要穿這種牛仔帥氣的look喔 我們穿這個穿紗裙也是OK的喔 這樣子 好所以呢你們不要以為 這種外套啊或是紗裙 只能搭的很OL 或是很Lady完全也沒有 所以呢就是搭配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多功能非常實用的 那這個可不可以搭黑色紗裙 當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的商品啊 全部都可以互搭 而且我覺得都很好穿 很好看 不會說互搭是硬搭的 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好然後外套啊 再來告訴大家一下 它有幫大家做口袋啊 口袋是Forey外套最基本的配備喔 不論是放東西還是拍照啊 覺得都很需要 好喜歡什麼色 我覺得等一下大家會進入選色障礙 那布料啊 其實這款的布料 它真的沒有到很厚很厚 所以我稍微折一下給大家看 折起來的話大概有多少的分量 大家就可以知道 因為其實現在剛開季啊 我覺得剛轉換季很需要這種外套 它折起來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呢大家可以大概知道一下那個 就是分量跟厚薄度在哪邊 這個厚薄度我覺得是 現在很需要迫切購買的一個厚薄度喔 外套是什麼材質 亮亮的 它沒有亮亮的耶 它是因為現在光反光的關係吧 它沒有亮亮的 好 來 這裡 另外一個顏色就是我覺得 風衣的標準色就是有點偏奶茶卡吉色了 奶茶卡吉色 但是你們看過這麼多的直播 看過這麼多的奶茶 我覺得這個顏色蠻特別的 它是奶茶帶有一點點紅棕的感覺 紅棕的感覺 它會是非常提亮我們的膚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穿起來超白的 好超白的就是從鏡頭看到我自己 我覺得很亮白 很亮白喔 然後呢剛剛講了第一穿啊 你看你自己的季節 看你自己的所在天氣 你想要遮陽就全長袖 而且呢有沒有發現這一次的袖子啊 它比較長一些些 以往有一些袖子可能會做到九分比較短 但它這個呢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兩穿兩用的一個外套喔 好然後如果我們稍微把它扎起來 我覺得扎起來也蠻好看的 謝謝大家分享喔 好然後我再把它扎起來 我覺得扎起來我先脫下來弄好了 不然有一點手殘的感覺 好然後把它 我覺得用成七分袖我覺得還蠻好看 好有什麼問題 趕快趁現在在用釦子的時候 可以稍微問一下 好 好 很美對不對 你們覺得什麼顏色好看 我覺得兩色都超好看的 想要看那個照片的話 目前我們Gross Monday的IG上有 可以看一下牛耳穿出門的穿搭感 好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七分袖也蠻俐落好看的 然後搭上牛仔褲紗裙 再比一次紗裙給大家看 也是非常好看 這個顏色搭黑色紗裙很好看 讚 寬鬆的感覺 所以呢它其實每一個外套穿起來 你搭配的配件跟鞋子不一樣啊 其實都會有不一樣的風格出來 然後這個顏色啊 如果是搭牛仔藍褲啊 踩個高跟鞋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件衣服其實不太現身型 因為剛剛有介紹過 第一個它是沒有 扣子可以扣起來 它就是一個開金式的 小風衣外套 狀況其實也非常適合 春夏也非常適合 遮陽啊 或是造型感 那高個小個 或是161相片就這樣子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高個也不會過於短 然後小個也不會過於長 這就是一個CP值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外套 然後這個啊 我真的很適合在一些冷氣房遮陽 因為遮陽外套 大家都會買一些小外套或襯衫 我覺得其實蠻無聊的 像這一種啊 它真的是薄薄的 我剛剛有遮 我剛剛有遮起來 它整件的厚薄度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它不是那種超級厚的外套 超級厚的外套 好 喜歡什麼顏色呢 是不是很難決定 好 我覺得兩色都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再穿一次綠色給大家看 好 再穿一次綠色給大家看 好 來喔 再來的部分呢 綠色綠色的部分 它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我搭配包包的話 也會非常非常的俐落加好看 有沒有 噔噔 好 兩個顏色是不是很難選呢 是不是很難選擇 然後呢 積一個你看 兩個都是我覺得 非常提亮膚色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趕快到官網上去選購 好 今天的三樣商品啊 有沒有都非常非常的厲害跟強烈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選 因為村莊第一波 從禮拜一上架到現在 都非常非常的強大 每一樣商品 全部都是瞬間被掃光 那我覺得今天呢 很重要的是 我已經交給大家了 我覺得這件褲子一定要買 其實這件褲子 我昨天就想介紹 然後他就忘記了 好 一定要買 因為這件 目前部分尺寸有限貨 會一直追加到夏天走完 所以它是一件百搭 因為夏天也會持續繼續穿的一件褲子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有喜歡 我覺得不用等了 跟今天的新品一起買 然後你可以買得到 好了 有沒有看到 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了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我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呢 蛤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再跟我說 好不好 好 有嗎 好 來 今天的外套兩色 如果問就要推哪色 我覺得有點難度 因為我第一件會先買綠的 第二件就是買這個 然後因為我覺得 綠色啊 均綠色很多 但是我們家這一個 有點很淺的均綠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非常非常少的 好唷 這樣好看對不對 我也覺得超好看的 好 再來唷 黑色紗裙跟 性色紗裙 兩個 顏色要選哪個色呢 我自己啊 今年是先買了黑色 因為我覺得黑色這一件的紗裙 下百度這樣子 然後它又是潛不規則性的 我覺得黑色穿起來非常非常有氣勢 那性色就是很仙氣十足 女生會非常非常喜歡的款式 想看牛仔搭你的外套 還沒有上架 昨天有回答過你囉 是下週才會上架 我記得昨天你已經有問了對不對 好 所以是下週才會上架 然後背心的話在我身上 背心的話有三個顏色 粉色 黑色 白色都在我身上 我剛剛講了喔 它不是一般的背心喔 它是那種 就是會冰冰涼涼的材質 非常非常的棒 好 來 今天都有幫牛兒按讚留言分享的嗎 這樣子 三個色 很多人包色了 很多人包色了 因為真的好穿啊 真的是冰冰涼涼 然後它完全不脊肉 有沒有看到 它不會貼在身上 超級涼爽跟冰涼的 好唷 如果有什麼問題 現在最後一分鐘給大家 好 然後這個外套 剛剛有說 它可以兩穿 變成是小罩衫跟背心 有沒有 CP值很高吧 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搭在你自己其他的一些 就是洋裝啊 上面都可以 很棒喔 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的坦 我拉一下給大家看 非常非常的坦 重點還是要講 它是冰冰涼涼的 冰冰涼涼的 好啦 都沒有問題囉 Hi 好看喔 真的好看啊 就其實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這粉紅色就是 看起來很清爽 再穿一件 好 看起來很清爽 很清爽的粉紅 這樣 可愛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有牛仔外套 那我等 在你們家買吧 牛仔外套會有啊 下周吧 下周會有一個牛 下周會有牛仔的部分 或牛仔襯衫跟牛仔外套 大家可以再多關注一下我們的IG 今天新品很強 今天新品很強 今天海外粉絲 一直大禍說 今天新品很強 因為真的 我覺得那個紗裙阿 真的大麻粉絲 非常非常喜歡 我每次上紗裙阿 大麻都是非常非常熱愛紗裙 然後飆升第一排行榜的 所以相信今天的這個紗裙阿 大家會非常非常的滿意 因為我自己也好喜歡好喜歡 好 所以就是這兩件是我自己的 所以如果跳育夠了 你們還是要等喔 還是要等喔 好吧 但是很快啦 很快盡量我們在二月底 讓貨物都正常 然後給大家這樣子 好 好看喔 好好看喔 好啦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持續再問我們的小幫手 然後或是 在直播上問妞妞也都OK 好 這麼棒的東西 我們從禮拜一到今天禮拜四 我覺得每一天的商品都非常強 現在幾乎很多都是預購了 但是如果你還想跟其他一起買 你也不用擔心說 預購要等很久 我們盡快能夠趕快發貨 就趕快出貨給你 但還是要再講一句 就是因為真的是工廠端的關係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 大陸疫情肺炎的關係 所以可能他們那一段 會比較延遲一些時間 那請大家多多見諒囉 那MIT的部分我非常推薦大家去 稍微再逛一下 每一款的MIT 目前都是爆炸的訂單 好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不論禮拜一到禮拜四的MIT系列 真的都每一件都是好幾百件以上 所以呢 大家就等著我們發美美的貨給你們囉 好不好 紗裙孕婦婦能穿嗎 來紗裙孕婦可以穿 那我要講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胎媽媽的話 我建議你穿到四個月以前就好了 那如果相見就是三胎媽媽 已經覺得 真的那種角度不太一樣 其實這個紗裙阿 我們家的紗裙 我到八個月我都還可以穿 那就是穿在胸下的位置喔 不要穿在肚子上 穿在胸下的位置 所以肚子會從這邊出來 所以這是我的經驗啦 那一胎媽媽為什麼 只讓你穿到四個月 其實因為你剛懷孕你是第一胎 我還是希望你的寶寶阿 跟你在一個比較舒適的部分之下 所以呢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囉 好不好 很好看喔 好啦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